BCE GAME CHANNEL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BCE GAME CHANNEL 继续几天跟大家研究了如何插这张M.2 Upgrade PS5 现在就直接开机了 开完机后就自动detect 我把M.2的SSD插入了 然后就说要格式化我的M.2 首先就跟它的步骤去继续进行格式化 现在选择了格式化M.2 SSD 接着看 非常快捷 转过头就已经搞定了 里面呢 读取速度 读取速度可以5,636 非常之快 所以它也提醒你如果你在玩游戏安装M.2 SSD 有问题就试试重新安装 或者安装主机的储存空间就可以了 现在呢 它就说你的M.2 SSD已经格式化了 如果要变更游戏安装位置 只要进去设定储存空间安装位置 将它的东西移去M.2就可以了 若要安全移除 首先就要 如果想你换第二张M.2 SSD 就请你先关掉PS5 静奴都会关掉的 因为它安装的 很难不关掉相机 之后是直接的 接着它说 我上次未正式关掉相机 所以有点问题 现在重新开机 这个 首先呢 都要尝试一下 看看这些游戏 稍后呢 我就会 首先 哦 它说另外也找到一个无线的遥控器 我现在立刻插进去 对了 即更新 它今次的软件更新 上次我已经是 就是 PS5 它已经来自更新 之后 隔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现在才有空再开机 因为工作上都比较忙 所以 现在 一开机又有东西 另外 转头也会再做直播 好了 开机了 首先 暂时就听不到声 现在听到了 好 好了 那我进去吧 好 那我尝试去移动我的游戏 看看会不会 那究竟是M.2快还是来自快呢 真的不知道了 好 去设定 储存空间 M.2 储存空间 在这里 里面有1T 入去 游戏程式 对吧 移两个游戏 今次更新之后 已经说明这些游戏是PS5 还是PS4的游戏 有个PS4的《Monster Hunter》 就移过去 先看看 请选择移动的项目 它一移动 是不是会直接移动去M.2 你真的 那直接移动吧 看能不能够 50 prom 它移动的还真的速上 你看看 現在说那是 20分钟 31分 看它移动过去 要 comic-uLiner 只有31分 1分钟左右 还可以移动50 prom 其实都会bus! 看甚至全部移动都过去 其實只要你安裝了 將M.2之後 只要你進去 按完格式化轉過頭就可以用 真的非常方便簡單快捷 另外也是 讓大家看到 只要我現在把遊戲移到M.2的話 轉過頭就已經移到 旁邊已經沒有了50GB的位置 也出去看看 M.2 用了50GB 裡面有58GB 就是把Monster Hunter World I spawn 大致上就是這樣 非常之簡單 只要大家把遊戲移過去 轉過頭就可以再多 只要你轉1T就多1T的位置 2T的位置 不過現在4T就比較貴 那 就是視乎各下的財政狀況 今天介紹就到 超為之一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幫到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愉快去玩PS5 如果大家喜歡的 歡迎訂閱我的Beast Game Channel 也有Facebook Fan Page 給大家加入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另外 如果真的想大家一起玩PS5 也可以去使用者找我 BC Game Channel 到時候我會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最重要是到Facebook 到時候多點聯絡 到時候玩什麼都可以 好 今天就暫時到此為止 哎呀 我不想有些Bag關聲 太吵了 暫時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訂閱分享 讚好和留言